艺人回馈粉丝 校战买饮料 王一博晒自拍 而他更豪迈直接请吃饭 说到明星和粉丝的双向奔赴 很多时候都是艺人远远的和在场的粉丝打招呼 或者是对着粉丝的镜头比心微笑等等 这些都是艺人力所能及回馈粉丝的方法 甚至还有粉丝可以在人不多的时候和艺人搭话聊聊天 或者是拿到艺人的联系方式等等 这些都是艺人留住粉丝 给粉丝发福利的方式 就比如之前校战曾经多次在剧组里给粉丝们买水喝 说是奖励粉丝很听话 感谢群演们的工作等等 这算是非常平常的艺人和粉丝的互动 而王一博更是通过晒自拍来回馈粉丝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自从王一博爆火之后 其动态几乎都被广告占据 毕竟说得多 就容易被有心人故意放大 所以王一博的话也越来越少 很少在动态里展示自我 活生生成了广告博主 但是王一博有时候还是会登陆和粉丝们隔空喊话 这也让粉丝都非常的开心 有种酒汉冯甘霖的感觉 其实在娱乐圈里 最成功的追星人 莫过于这样一位豪迈的艺人 他就是青春有你三位出道选手杜天宇 最近一件令很多饭圈追星人羡慕的事情被粉丝曝光出来 一位出到位成功的小爱豆杜天宇 在19岁生日的时候 居然给自己的粉丝点外卖 而且还是海底烙外卖 从粉丝晒出的图片中就能看出 杜天宇有多么花心思 只见粉丝们在唱话里跟杜天宇喊话 称收到了自己的偶像给自己点的海底烙外卖 还晒出来漂亮的图片 丰盛的美食摆满了整整一桌子 可见杜天宇也是下血本 花重金回馈粉丝 甚至还邀请在疫情结束后 和粉丝们面对面吃饭 真是令人羡慕呢 其实早在节目播出结束之后 杜天宇就曾经名阵饭圈 当时杜天宇在大厂提着满满两大袋子的高级眼霜 送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还有战杰表示 那个时候我在场 他就是给他离得近的人发了 杜天宇就觉得这些都是支持他的人 结果好多人 不管是不是粉杜天宇的人 都在疯了一样的墙 气得杜天宇的亲粉丝在那里大喊 你的真粉丝在这边 杜天宇当时还用喇叭 对大家讲了很多特别真诚的话 特别好一个小孩 在观众们眼中 杜天宇确实是一个很努力 很真诚 家里很有权的艺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件事发生后 大家都在感叹有钱真好 说实话 这跟他有没有钱关系不大 比他有钱的明星 秀人多了去了 也没见多少舍得花这些钱给粉丝 所以说粉丝在粉杜天宇时是不求回报 杜天宇请粉丝吃饭也是一份惊喜和报答吧 天宇时是不成功的